我有一双阴阳眼 在医院停尸间上班 今天吃晚晚饭去上班时 我在路边看到有个帅哥 但没等我多看两眼 我被一个阿姨撞到肩膀亮呛了下 也是因为如此 我看到前方花坛里有张红色大钞 我一个大胯部飞过去捡了起来 嘿嘿嘿笑起来 看来今晚的夜宵前有着落了 只见钱上面写着借寿命五年 转赠或投工得香全家死绝 我嘴角忍不住抽了抽 怪不得路上来来往往那么多人 这钱都没人捡 上面小字写着的日期 距离现在已经过去半年了 拿着应该没什么事 正当我要把钱往兜里揣时 那个撞了我 提着保温筒的阿姨走过来 小姑娘 这医院的借寿钱不能捡的 你拿了这钱 就要把你的寿命分给人家 快快把钱丢掉 莫要贪这种小便宜 没事的阿姨 我命硬不怕 我师父给我算过 我是天煞孤星的命 阿姨见我不听劝 转身就要离开 我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真没骗她 我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能长到这么大 不是命硬是什么 望着阿姨远去的背影 我隐约看到她身上有黑气在蔓延 但没等我看仔细 她人就不见了 活人身上若是有黑气 不是被恶鬼缠上 就是做过恶孽的体现 医院这种每天都有生死上演的地方 有人死后执念太深 不愿入轮回 有游荡的鬼很正常 女子主因容易招惹鬼魂 在医院照顾病人 休息不好 忧思过重 会给恶鬼钻空子的机会 阿姨可能就是因此被缠上 现在她人也不知道去哪了 算了 算了 我还是想想 今晚夜宵吃什么比较好 凌晨两点下班时 我感觉到后背阴风阵阵 好像有什么东西跟着我 但每当我回头去看 愣是一个人都看不到 真的是奇了怪了 哦 对了 今天路上安静得很 连鬼也看不到 平时在我下班时 爱和我唠嗑的孤魂野鬼也不见了 回到家后 我并没有马上睡觉 而是开启了直播 我叫沈岁 是神婆沈艳唯一的徒弟 在网上有个号 专门做玄学直播的 这不 我才刚上线 一堆没睡的夜猫子涌进来 我直播间 主播年纪轻轻 会算命 信他还是信我是秦始皇 主播这么好看 怎么当骗子做玄学直播 算一挂 真的只需要九块九吗 我想找主播帮帮帮帮忙 我淡淡回复道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只需要九块九 可以去帮我寻尸骨吗 我妹妹死后 我父母瞒着我把她的尸骨丢掉了 那会我在学校上课不知道 我 生辰八字说一下 拿到对方的生辰八字后 我掐指一算 享年八岁 死于心脏病 半个月前走的 尸体目前在西北方向有山的地方 我妹妹是半个月前死于心脏病 在市中心医院 主播算得很准 是中心医院 那还真是巧了 我就是在那个医院干活 但我记得这半个月来 没有小孩子的尸体被送到停尸间 真这么准 主播骗人的吧 这两人配合得一板一眼的 不会是剧本吧 最后一口奶茶喝完 我拿着手机起身 要是你们不怕 我现在就可以去 但事先说明 打车费想找妹妹那个出 出门寻人可是另外的价钱 好 我出 我现在就给你打钱 我打车到了郊外一处山林 一走进树林里 周遭气温降了不止一度 阴森森凉嗖嗖的 手机的信号突然断掉 直播间更是黑屏中断 里面估计特殊情况 直播也不适宜继续 于是我掐灭手机放到口袋了 忽然 地上 树上 土里冒出各种孤魂野鬼 有的断胳膊 有的没鼻子没眼 他们好奇 看向我 但因为 我是天煞孤星的应命 他们不敢 往我身上凑 死后 不能入轮回怪可怜的 我便抬手画了十几道网生符 有了这张符 他们可以拿着去阴曹地府投胎 有的鬼开心街了 但有个吊死鬼和替死鬼跑掉了 月往里走 白雾鸟鸟鸟升起 空中潮湿阴冷更甚 清冷的月光被浓雾遮挡 筑罩不进来 连一丝虫鸣鸟叫都没有 我拿出一张火符抬手一挥 黄符从我手中飞出去悬在空中 随即点燃起来照亮眼前的路 忽然 周边阴森诡诀起来 一个诡异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姐姐姐 你终于来了 一个瘦小的小海鬼飘到我身边 他披头散发 面目猙獰 穿着生前的病号服 上面染满了血 他脸上的表情十分兴奋 我掐指一算 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尸骨就曾被人用草吸裹了裹 随意埋在前面那棵树下 姐姐 你捡了我的戒兽钱 那你就要把命借给我 小海鬼说着就想扑到我身上来想上我身 我脖子上带了一枚红绳骨戒 它进不了我的身 这枚骨戒 师父捡到我时 就已经被带在我身上了 它更是多次救我于危难中 所以 小海鬼才扑过来 骨戒就散发出来 力量把它灼伤 又加上 我及时甩出黄浮 它的魂魄被撞成虚影 几乎要散掉了 他痛苦大叫 啊 好痛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会这样 不是说了万无一失的吗 他最后一句话的声音很轻 但我无感很好 我听到了 万无一失 是有人在帮这个小海鬼在作恶吗 我不是天生阴体 身体根本不适合给鬼做容器 那人到底是在帮他 还是想害他 望着面目猙獰的小海鬼 他打小生病 又年纪轻轻就死了 没享受过世界的美好 不甘心 很正常 但妄图用他人的性命为自己续命 这有为天道的 我受你哥哥的托付 来许你的尸骨 我想起我直播时收了那人的九块九 还是要把尸骨带回去的 这小海鬼生前没有做过大恶 但因为阳寿未尽时就突然死了 他死前生出的怨气让他化成了恶鬼 如果不把他收了 时间久了 他的怨气定会日益渐生 甚至会去祸害人间 呜呜呜 姐姐 我错了 你原谅 男男好不好 我只是 只是想借你的命 回去见我父母一面 小海鬼哭起来 这时 正好因为七月十五 鬼门打开 我看到里面有个熟悉的身影走了出来 我指了指路过的冥王 对小海鬼道 借他的 他命比鬼长 冥王停下脚步 那双墨色毛子中认真看着我 你又不是我媳妇 我为什么帮你 望着身高一百八十七厘米 宽肩窄腰 有八块腹肌的帅气冥王 好像嫁给他 我不亏 于是 我笑着道 既然你这么诚恳问了 那我嫁给你 不就行了 我话音刚落 我觉察脖子上的骨戒开始发烫 随即 我心脏跟着跳动起来 而我面前的男人也脸神望着我 眼神中带着我看不懂的情绪 眼前这人是石殿阎王之首 铜管地府 他是唯一的一个冥王 名叫燕琴 我不是第一次见他 之前 我去地府找秦广王汇报工作时 远远偷看到过他 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心跳得如此厉害 因为知道自己是天煞孤星的命格 从小到大 身边的人或动物若是和我接触过多都会倒霉 后来为了不连累别人 别说谈恋爱 我连朋友都不敢交 你确定不先办正事? 那个小海鬼要逃了 清冷的声音响起 修长的手指往我身后指去 我立马转身朝要逃走的小海鬼 甩去一张符 博唇微起 钉 黄符贴上去 立马把小海鬼钉住 收 我把它收到了我贴身的布袋中 现在鬼门打开 音气重 我不能在这里处理小海鬼 紧接着 我走到前方那棵树下 把小海鬼的尸骨挖出来 放到袋子里 我往外走 找到有信号的地方拨了电话 但电话想到快挂断 对面才接起来 我是沈碎 你妹妹的尸骨我找到了 去哪里交给你 我飞快说完 时间不早了 我还赶着回去睡觉 什么 对面传来一个错愕的声音 下一句的话音 轻了不少 怎么回事 我握着手机 有点疑惑 尸骨 不是他让我寻的吗 虽然没办法见到他此刻的表情 但他的声音 怎么听都不是高兴的语气 他是在怀疑我的本事 还是说觉得他妹妹会夺我的身体成功 一句话 到底要不要 好 好的 对面的声音磕磕绊绊 现在太晚了 可以明天再拿吗 行 我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去时 发现燕琴还待在方才的位置 他难道是在等我道谢 他刚刚也算帮了我 我朝他开口 谢谢你提醒我 我要回去了 但其实 以他的修为 收拾那个小海鬼就是抬抬手的事 但不知他为什么不动手 我刚动身要走 他也跟着我离开 我偏过头疑惑望向他 但我没有问出口 之前我听秦广王说过 燕琴是一个殷勤不定的主 他们都不敢得罪他 大老远见到他就想绕路走的那种 我虽然命应 但我还是决定 对我老板的老板刻起疏离点 说起来 我刚才也是脑抽 居然去调戏他 我们走出树林后 我在荒凉无人的路边 看到一辆劳斯莱斯 然后我意识到 现在将近凌晨四点 我压根打不到车回市区 根本没有司机敢接单 我愣在原地 思考是在这边等到天亮 再打车回去 还是说现在走回去 就在我纠结时 我听到劳斯莱斯低的一声 车门也随即打开 我看到燕琴朝劳斯莱斯走去 他走到车边 然后回头问我 不需要我送你吗? 我 六 这个世界多我一个有钱人 会怎么样? 坐上燕琴的劳斯莱斯后 我开始思考 下次见到秦广王时 怎么跟他提涨工资的事 之前 他哭穷说地府没钱 给我们这种帮忙处理恶鬼的人 预算不多 但我做的事可以积累功德 能让命格改变 我就被忽悠着干了几年 但看到燕琴穿了身高 定黑色西装 带着百万级别的腕表 开着豪车 我觉得地府穷不了一点点 回市区路上时间有点久 我一开始还强撑着 但很快 我坐在副驾驶上睡着了 再次醒来时 我看到燕琴安静坐在驾驶位上 他严谨低脸 看着窗外 不知在想着什么 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外面天光大亮 路边是早起卖吃的摊贩 是我住的小区楼下 什么时候到的 他怎么不叫醒我 燕琴大概是觉察出我在看他 他偏过头看我 那双泥人的眸中包含着我看不清的情绪 没等我抓住些什么 他俯身过来替我解开安全带 他身上有神秘的彼岸花香味 他离我有点近 又加上动作有点慢 我能清晰看到他长长的睫毛 我呼吸一致 磕半开口 谢 谢谢 怎么 你紧张 早些时候不是说要嫁给我吗 他饶有兴致看着我 声线中带着轻快 本来我已经忘记调戏过他的事 但他突然这么提起来 我脸颊瞬间红起来 口嗨一时爽 圆化火葬场 我连忙摆摆手 打着哈哈圆场 误会 误会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那是瞎说的 他声音淡淡 那要是我当真了怎么办 能怎么办 当然是跑啊 我飞速开门下车 用了全身的力气跑掉了 回到家后 因为太累了 我洗漱过后 倒头就睡 我睡醒后 发现 手机上有 十几个未接来电 是直播间那个找妹妹的哥哥 我回了个电话 随即出门去和那人见面 等车路上 我在路边摊贩处 买手抓饼 我看到那天在医院撞我的阿姨 拎着保温筒在马路对面走过 他身上的黑气更重了 也不知就一晚上 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个人有个人的因果 我不会随意去插手他人的命运 我约了个相对偏僻的地方 等我到约定地点后 发现有人早就等在那里了 但我没想到 眼前这个男人的身形 我见过 望着个子还算高挑 穿着白色T恤 和洗得发白的蓝色牛仔裤男人 昨天在医院见到他时的记忆 又浮现出来 那时我就是在路上为了看他 被那个阿姨撞到 这男人昨天看着还行 现在面对面看 他都算不上帅哥 顶多就是会穿搭 给他加点分 要说起帅哥 眼前男人这张脸 还比不上燕琴的十分之一 一想起那张在车上调侃 我要嫁给他的脸 我晃了晃脑袋 要把那个记忆清出我脑子 眼前的男人见到我 神色先是闪过难以置信 随即是憎恶 但很快就转换为客气 但我观他面相 是个寻常普通人的面相 但此时他印堂 有黑色萦绕 兄弟公位置黑色特别重 他上前跟我打招呼 谢谢你帮我找到妹妹的尸骨 他说完就要伸手 来拿我手上装了尸骨的袋子 我下意识避开了他的手 我直接问他 你知道你妹妹成了恶鬼吗 他脸上的神情瞬间变换起来 过了一会后 他才缓缓开口 怎么会呢 我妹妹一出生就有心脏病 他不能跑 不能跳 连走楼梯都小心翼翼 生怕摔倒 他走路时连路边的蚂蚁都不敢踩 生怕造下杀孽 他在学校时更是乖巧 认真听课听老师的话 和同学交好 这么好的一个人 死后怎么可能成恶鬼 本来 他最后一次心脏手术只要成功 他就能跟普通人一样了 可他却死了 医生明明说 手术成功率有80%的 男人说完不顾形象哭起来 我有点头疼 大小我就情感淡漠 哭这种情绪表达 我没有过 更觉得这对我来说 没有用 我孤身一人 如我表现出软弱 早就不知被欺负成什么样 后来被师父捡回去养 倒是过得顺遂起来 更没有了什么值得哭的事 忽然 眼前的男人 宛若被恶鬼 附身一般 身上黑气暴涨 眼球布满红血丝 随即转全红 眼球突起 像是要爆开一样 他怒吼着 把尸骨还给我 浑身都是黑气的男人朝我扑过来 我拽着装尸骨的袋子往后退 想躲开他的攻击 但我没想到他的目标压根不是尸骨 他把我贴身的布袋抢走了 那布袋里还装着没有超度的恶鬼 也就是他妹妹 要是恶鬼被放出来 定会作恶人间 我被人耍了一通 心间瞬间有了一丝怒气 但眼前 这人不是恶鬼 我不能用对恶鬼的办法对付他 更不能害他性命造下恶孽 我翻出一张定身符 但符才往男人身上甩过去 定身符在空中自然了化成了灰 他身上的黑气烧了我的符 我感受到了冲天的煞气 拿活人恋煞 不但有损被恋煞之人的寿命 更对恋煞者功德有损 这种歹毒的手法都能想得出来 幕后之人到底是谁 我心中警铃大作 看来是我小瞧他了 我拿出轻恶符 中指和食指并拢夹注 念叨这符语随即把黄符一挥 想把男人身上沾染的黑气逼出来 待人清醒后 我再找他询问黑气的由来 但没想到 我轻恶符朝逃跑男人飞去后 我被人从后背积了一掌 我立即吐出一口鲜血来 我转身一看 那人穿着黑色袍子 身形高大 那张脸 今早才和我在车上见过 见我看向他 他朝我邪魅一笑 随后伸手把我推倒 我倒地后 男人转身离开 没有进一步伤害我 而心脏病女孩的哥哥 跟着打伤我的男人上了一辆面包车 车子很快就急驰而去 伤我的那张脸像极了燕琴 可燕琴有什么理由伤害我 要是他想要小海鬼 昨晚他就不需要提醒我小海鬼要跑了 以他的实力 压根就不需要从后面伤害我 他完全可以正面刚 更何况 他直接开口问我要 我也会直接给他 地府里的鬼本就都属于他管 但我又有些不确定 之前秦广王口中的燕琴殷勤不定 会不会他是因为我调戏了他 所以对我生恨 不对劲 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我眼皮越来越重 而我昏迷前 看到有个身影朝我奔来 我是被烤鸡的香味熏醒的 我醒来后发现周边环境昏暗 仅有几个大红灯笼悬挂在木梁上做照明用处 气温更是有些阴冷 比暗花布满了整个屋子 这没有半丝人气的氛围 让我忍不住怀疑 自己到了阴曹地府 好在我身上被换了一件黑色男款卫衣 尺寸有些不合适 让我有种偷穿大人衣服的感觉 没等我从檀木床上下来 门口有人拿着烤鸡走了进来 等我看清来人后 我已经能确定自己是在地府里面了 我朝走来的秦广王问 你救了我 但我看了看他的身形 好像没有救我的人高 而且我所处这个屋子很大 秦广王的宫殿我去过 没这里大 是 是我 那你眼神怎么飘忽着不敢看我 他在我床边停下脚步 嘴角抑制不住抽了抽 都说你五感俱佳 看来真没错 那是谁 我追问 没等他开口 我肯定开口 是燕琴吧 我回忆起 打伤我那人身上没有彼岸花的香气 燕琴身上是有彼岸花味道的 而且伤我那人耳垂触没有黑痣 燕琴有这颗性感的痣 我可什么都没有说 不关我的事 他脸上露出一丝害怕 哎哟 差点忘记了 你师父沈彦也来地府了 我先去招呼他 秦广王把烤鸡给我放下 然后飞快溜走了 相当无语了 他跑这么快 难道是知道我想提涨工资的事情 找借口都不会找 我师父特别讨厌地府 怎么可能会主动来地府 我把烤鸡吃完恢复力气后 才去看自己的伤口 但出乎意料的是 我能活动自如 我这是已经好了 谁帮我处理了伤口 我在屋里等了半天 烟禽都没有出现 我走出宫殿后看到外面的阴差 额头上都冒冷汗色缩着 一问才知 我师父刚离开 在一定程度上 我师父是鬼见仇 他是连鬼都不敢收的人 可惜地府里还没通网 我手机没有信号 没法给我师父打电话 又走了好一会 但不管我怎么问地府的人 没人敢告诉我 烟禽在哪 怎么可以找到他 看来烟禽在地府极为甚重啊 可是找不到他 我心中的疑惑 没有人解答 真的是无语他妈开门 无语到家了 我见身体没什么事 心里又惦记着小海鬼的事 给烟禽留了张字条 就回人间了 到家后 我打电话跟停尸间的负责人 请了几天试驾 在找到小海鬼之前 我都不打算回去上班 他没问我为什么请假 毕竟停尸间的工作 虽然工资高 但赶来工作 且不害怕 还能扛尸体的 就我一个人 他那边的背景音 有些嘈杂 似乎是有女人在哭诉 说自己的孩子 明明已经换肾成功 怎么还会死掉 我没听太仔细 负责人急忙挂掉电话了 医院里面时常有医闹事件发生 我没放在心上 我给师父沈彦打电话 想问问他 是不是命重的大劫道了 不然怎么会去地府 但电话被挂断了 他给我回了条信息 被人缠上了 晚点聊 以师父的身手 能伤害他的鬼是没有的 至于人 他生了颗七窍玲珑心 又会跟谁起冲突 但没等我深究 我又收到了一条信息 别担心 不算坏人 是超管局的队长 帅到人神共分 可惜不尽女色 不讲人情 见师父没事 于是我翻出香炉 拿出朱纱和毛笔 在桌前画了一张复杂的符 随即在香炉上点上香 我之前在布袋上下过追踪符 现在 我要做法找到它 寻到布袋去过的地方 指不定就能找到幕后之人 香点燃后 白烟缓缓上飘 我盘坐在地上 嘴里念叨着 与此同时 另一个房间内 本来坐在床上数前的道士 胸中闷痛起来 他突然吐出一大口鲜血来 他很快意识过来发生了什么 立马结印做法反击 但依旧不敌对方 吐出第二口鲜血来 好厉害的同行 居然把我下的禁止给破了 眼见情况不好 他拿手机发出一条信息 随即把手机卡拔出冲进了马桶里 把贵重物品收拾好准备逃走 但没等他走两步 就昏倒在地 两久之后 我睁开双眼 我追踪到不带所在的位置了 看来恶鬼作恶 是有人背后作局 我刚刚和那人斗法时 修到了熟悉的手法 看来是同行 对方不敌我 还被我重创了 我师承神婆沈宴 全天下最厉害的玄师 师父几乎把她的本事都交给了我 之前师父就跟我说过 最近江城不太安稳 恶鬼的数量多了起来 似乎是有人想搅乱人间的安稳 幕后之人其心可诛 我拎着一袋熟花生 鸡爪等零嘴 回了医院停尸间办公室 今天值班的是大刘叔 他年近四十 早年丧七 自己一个人把女儿拉着打 他女儿很争气考上江城戏剧学院 和我师父沈宴一个学校 但我师父去那个学校 是为了帮有钱人抓鬼赚钱 大刘叔经常和我搭班干活 再加上我年纪小 总是把我当女儿看待 他八字比较硬 我跟他接触起来 倒也放心些 除开工作时间 私底下我也不会和他有过多接触 因此我不怕自己影响他 我才拎着带子走进去 他从手机上的欢乐 逗地主抬眼望向我 小闺女 你咋来了 他招呼着我坐下 听负责人说你请假了 咋突然回来了 跟他说没 不然他不给你积工资 我把买的东西递给他 他乐呵接下 垂眸看了眼里面 都是我爱吃的 还是你贴心 记得我的喜好 不像我那个不省事的闺女 爱 如果 怕你无聊 就过来看看你 听说有患者家属闹事 还闹到停尸间来了 按照医院规定 为了避免给家属留下心理阴影 停尸间可不好进 若是家属真的要进 要有医护人员的陪同 我话音刚落 大刘叔脸色瞬间变了 他本就比同龄人显老的脸上 都是懊悔 他叹气 都怪我 不该听他说 让他进来看的 我脸上露出疑惑 他是谁 许是觉察出我的疑惑 大刘叔给我解答 我有个老乡 叫张桂梅 她女儿尿毒症很久了 一家人都以为没救了 半年前突然等到肾源 换了肾出了院 但小女娃前段时间 突然吐血 又进了医院 很可怜一女娃娃 还没十岁呢 肾源的提供者 也是个小娃娃 两个都是可怜人 两家的父母 不知伤心成什么样 我给大刘叔包着花生 听着他不断蹦出的话语 心中有疑惑 如果换肾女孩的肾源 是来自合法的捐赠 按照规定 受赠方是不能知道捐赠方信息的 医院要避免两方有纠彻 但大刘叔知道提供者是个娃娃 说明这肾源不太合法 或者来源于熟人 更可能来自地下黑市 不管是哪种 这事怕事不简单 忽然 一熟悉的声音响起 哎 小岁 你也来了 我应声谈谋一看 来人是廷师见另一个工作人员老王叔 可今天不是大刘叔的班吗 他怎么来了 大刘叔见到对方 急忙起身 这里就交给你了 帮我顶几个小时 我出去一下 见大刘叔要走 我起身跟上 观心问他 叔 你急急忙忙 这是要去哪 哎哟 瞧我这记性 小闺女 我要去参加贵美女儿的葬礼 要不你先回家吧 可以带我一起去吗 葬礼现场 按照民间习俗 小孩未成年就死去要当天就处理 他们不会有葬礼 就算有也不能大操大办 甚至不能入祖坟 因为大人坚信未成年孩子的死亡 会给家族带来不好的后果 像之前那个有心脏病的女孩一样 她死后被家里人用席子裹了丢到树林里 这种现象在很多地方都是存在的 但这家人不但给女儿举行了葬礼 还置办了一口不错的棺材 一切的一切都透出不正常来 我躲在角落处观察着 现场的人都在跪着痛哭 有个面中凹陷 颧骨突出 眼底清黑的女人哭得最为大声 但我看清那个女人的脸后 心里掀起细微波澜 是前几天在医院撞到我的阿姨 原来她就是张桂梅 事情怎么会这样 那个道士不是说 我只要给捐肾的女孩找个寄身之所 我就不会日日做噩梦的吗 张桂梅边往火盆里丢纸钱 边大哭 可我不但还做噩梦 我可怜的女儿也死了 倒是还坑了我那么多钱 还有啊 大刘 你给我的那个生辰八字 不会是错的吧 什么生辰八字 大刘叔走进去上完香后 被张桂梅这么一问 突然疑惑起来 和你一起在停尸间工作的那个女孩的生辰八字 什么 你不是说要她的生辰八字 是为了给她介绍对象吗 大刘叔声音中带着震惊 你拿了我这么多钱 不会以为只是做梅的介绍费用吧 张桂梅面露鄙夷 目光阴毒笑起来 大刘叔愤怒甩了张桂梅一巴掌 而张桂梅伸出手和大刘叔撕打起来 现场一度混乱起来 我躲在外面看戏 大刘叔常说把我当闺女看待 可我从来没表示过要找对象 她转手就拿我出去做人情 场面混乱时 现场有个安静的年轻人跪着一动不动 那张莲我认识 是心脏病女孩的哥哥 她怎么会来这里 我不禁回忆起这几天发生过的事情来 随即发现了自己错过的细节 心脏病女孩肾内快的区域衣服的血迹最为明显 而桂梅阿姨的女儿半年前又患了身 而心脏病女孩想夺走我的身体 是因为张桂梅被小鬼魂折腾 日日做噩梦 她去找道士做法 道士提出让她找人给心脏病女孩找人上身的建议 张桂梅又从大刘叔那得知我的生辰八字的 估计被道士说合适就起了歪心思 看来我在医院被她撞到 不是巧合 只是那天她惺惺作态的嘴脸 我着实看不起 就在我吕思绪时 大刘叔的声音突然响起 小闺女 你咋偷偷跑来了 不是不让你来吗 她的声音过大 里面的人全都转头看向我 张桂梅面露争凝壮 她此时身上黑气缠绕 而那个心脏病女孩的哥哥眼眸全是白的 身上煞气飞涨 指甲是黑的 我来之前 用朱砂画了几十张符 就为了有备无患 所以 当我后背阴风袭来 耳侧响起轻笑声时 我飞速甩出黄符 小海鬼被我的符灼伤 魂体晃动起来 但她脸上笑容不断 我好像要魂飞魄洒了呢 可是没关系呢 姐姐 你知道吗 原来害死我的人 不只是我父母 还有我的哥哥呢 但没关系呢 那对人渣父母已经被我弄死了 而我哥哥也会受到报应呢 你说他怎么这么自私呢 你害死你父母了 我出声打断小海鬼的叙说 是呢 估计警察快发现了 算算时间 已经要臭了呢 哥哥明明说过我是他最疼爱的妹妹 可是他上了大学后 全都变了 他为了给女朋友买包 怂恿我父母 把我害死 把我的器官拿到黑市去交易 那天我上他的身 进你的直播间 是想借他的手 让你找回我的尸骨换个清静的地方安葬 可有个道士找上我 说我可以寄身到你身上 我就起了贪念 我听着眼前小海鬼的叙说 他即将魂飞魄散 话语倒是有几分可信 但我疑惑的是 他口中把父母害死的事是真是假 但不管怎么说 他是实实在在造下了恶念 他哪怕到了地府 也是要下十八层地狱的 既然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 小鬼不能再留在人间 我拿出福纸准备送他一程 还没等我动手 他主动朝我飞来 而我脖子上的骨戒再一次保护了我 小海鬼魂飞魄散时 我听到他说 我不想入轮回 再也不要做人了 事已至此 我回过神看向现场的人 大家都像傻呆在原地 女孩的哥哥眼眸 不再有吓人的全白 估计刚刚女孩的魂就是藏在他身上 但他眼神有些呆滞 这是吓傻了 小海鬼还是没有要他的命 看来还是心软了 接下来 还没等我打电话给警察 想让对方去女孩家里看看情况 我就看到几个熟悉的身影 是特殊事件抄管局的人 他们在江城负责处理一些超自然事件 我和他们打过几次交道 其中拿着罗盘的小李见到我 兴奋上前看向我 好巧 我汗手 随即 我从小李口中得知 他们来这里的原因 小海鬼家里尸臭一出 被邻居报警 而警察到了现场后 发现两人死状残忍恐怖 觉得事情不对劲 便把案件转交给了抄管局 抄管局的人用罗盘算出了小海鬼的位置 因此追踪过来了 特殊事件抄管局的人来之后 我把现场交给他们善后 关于这个案件 他们会给出一个普通大众都能接受的说法 毕竟 有些事情不能摆到明面上来说 我跟着其中一人回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 在这个案子里 泄露 我生辰八字的大刘叔不会被带回警局 但张贵梅一家人会被带回来 因为抄管局的人抓到了昏迷在家的道士 发现了对方和张贵没有联系 而在现场已经呆滞 但人没死的小孩鬼哥哥也被带回来了 他们都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但我没想到 我会透过一处办公室的落地玻璃窗 在抄管局看到我师父沈彦 他穿着大红裙子 身边站着个帅气的男人 那人个子很高 穿了件深黑色制服 宽肩窄腰见眉心目 一身正气 我师父向来八面玲珑 但他此刻脸上都是怒火 对那个男人的态度更是像想吞了他一样 我看到他左手手腕和男人的右手手腕靠在一起 有点一丝 沈玄师 怎么了? 时间有点紧 我们先去做笔录吧 带我来抄管局的小李回头叫住发愣的我 没事 来了 我快不跟上 我做完笔录后 也从小李口中获知了那间办公室主人的信息 原来那是他们抄管局新来的队长 名叫静玉 是个不好惹的狠角色 而我师父之所以会在这 是因为江城戏剧学院最近出了大案子 而他们去那边勘察时 正好遇到我师父 静玉觉得我师父有嫌疑 非把人带回来 我路过那间办公室时 在门口犹豫了好意会 到底要不要进去 但门突然打开了 我师父沈宴突然从里面大摇大摆地走出来 她手上的禁锢被解开了 唇上的口红有些斑驳 我看向她身后 那个叫静玉的队长 此刻正看向办公室外侧的落地窗 她肩膀上下起伏 一副气得不清的模样 师父开心把手放到我肩膀上 碎碎你怎么在这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解释了一下 便听到沈宴说 走吧一起出去 但我没想到 我们还没走出去 就看到匆忙走来的燕琴 她停在我面前 实现在我全身扫尸来回检查 我被她这一顿操作弄得脸红心跳 不知名的情愫 悄然在我心间萌发生长 你怎么来了 我小声问起 听说 你在这边 过来接你 嘖嘖嘖 烟禽你 也有今天 我师父 沈宴轻笑出声 但我没等我问清楚 那是什么意思 沈宴被突然从办公室开门出来的禁欲 一把扛起 紧接着大步往外走去 然后把人塞到一辆越野车里 一切发生得又快又突然 羡慕 烟禽悠悠的声音 把我的思绪换回来 我看到她脸上露出对禁欲的鄙夷 还有一种想扛起我的蠢蠢欲视 我急忙摇头 大可不必 成为超管局的闲眼包 面对大家的注视 我可不想 我以后可还要来这边混的 我家里楼下 烟禽把我送回来后 车门的锁没有解开 我疑惑看向她 便听到她开口 我渴了 请我上楼喝杯热水吧 她用的是肯定具语气 我见她态度坚决 加上我又打不过她 便放弃挣扎 喝过热水后 严勤慵懒 自意坐在我家沙发上 我家空间不大 她修长的大长腿 甚至无处安放 我把那天从地府穿回来的黑色卫衣递给她 她伸手自然接过 看来 上次真的是她救了我 要不要我跟你推荐一份工作 什么类型 来我公司当玄学主播 给你五险一金 外加每个月两万的工资 收入合法 我犹豫问 我给人算卦 只收九块九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规矩 我知道 直播内容你定就好 那你图什么 给地府的边外人员改善一下工作待遇 免得有人觉得我们地府磕待员工 要是你觉得工作无聊 可以去参加旗下的恐怖综艺 我给你安排一个助理 你想要什么和她说 我眼神直勾勾望向燕琴 她脸上认真诚恳 不像开玩笑的模样 因为被大刘叔背叛的是 医院停尸间的工作 我也不打算回去做了 行吧 但我想休息几天再开始工作 可以 你可以想一个名字 给直播间搞个特色引流 没两秒 我就想好了 悬尸审遂 在线解惑 一天一挂 只收九块九 几天后 我在燕琴的安排下 换了新住处 开启了新的直播之旅 但我没想到 第一天就连线到一个老熟人 而我要帮她解决关于棺材房里闹鬼的事情 燕琴这人 也不知什么毛病 不好好当总裁 非要当我助理 给我帮忙 我决定去当事人家人了解情况时 她要跟着 还看劳斯莱斯送我 我怀疑她喜欢我 但我没有证据 好在现在我们有很多接触机会 我有很多机会去验证这个猜想 怎么一直看着我 燕琴的声音突然响起 待会我不会帮你 你的因果要自己处理 嗯嗯 我也没打算要她帮忙 功德要自己积攒才有效 我们好好工作吧 知道 还有十分钟的路程 就到 新的体验 棺材房的故事 我们回头见 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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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绝对 你 想着想着